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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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狗 說到北宜公路 大家不會會想到 跑山 九萬十八怪 還有 猛鬼地罐 北宜公路呢 有一個非常負盛名的靈異世界 我自己聽到的是覺得 哇 真的是超巧的 跟齊萊山的那個案件 有一點類似的感覺 噢 動到了 那個故事呢 是這樣子的 在民國61年5月13號 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 樹林國中的小朋友們 參加了春季旅行 原本應該是開開心心的一趟旅行 但不幸的是 在遊覽車行京北宜公路的路程中 不知道為何 遊覽車突然就往邊坡下滑落 翻覆了三百公尺聲 造成了十三人不幸死亡 最恐怖的是 十三名死者 皆為二年十三班的學生 五月十三 十三人死亡 連續出現三個不想數字十三 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更恐怖的另外一個故事是 曾經有一名張先生 凌晨行京北宜公路的時候 在弄個U型彎道的車道中間 突然出現一個女生攬車 張先生覺得奇怪 怎麼這麼晚還會有人 在北宜公路上需要搭便車啊 所以本來想要直接離開 但她回頭想想 會不會又真的只是一個剛好迷路 交通工具出狀況的人 又是一個女生 應該也不太會對我有什麼不好的意圖吧 所以張先生就停下 放假了車窗 請問女子 請問 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可以 載我去投神嗎 女子的口氣聽起來很微弱 張先生上下擋了女子 確認她沒有帶危險的武器 反問道 那小姐 請問你是一個人嗎 女子這時 緩緩地舉起手 指向側前的山壁說道 沒有 我還有兩名孩子在那裡 張先生這時覺得奇怪 不可能啊 剛剛一路開過來 都沒有任何的人 而且她還帶著兩個孩子 又比自己這麼的遠 她這樣想著 但還是循著女子手指的方向看了一下 痾 還真的有兩個小孩站在那邊 張先生想了想 好吧 反正祝人為快樂之本 而且 投神也不遠 於是就失禮女子說 好吧 那你把你的小孩叫過來 我載你們去投神吧 說完就解鎖個車門 突然 張先生的後方是來輛車 欸 你停在路邊做什麼 很危險你知道嗎 一名剛好經過的陌生駕駛詢問 沒有啊 我只是要帶這個女人 跟她的小孩去投神啊 他們準備要上車了 我馬上就走 蛤 哪裡來的女人 那名陌生駕駛一問 張先生立馬回頭看 發現原本站在床邊的女子消失了 張先生覺得奇怪 怎麼可能 難道是撞毀了吧 對吧 那男男自語的邊說 邊著急的轉向 一打開有光燈 把燈照到側前方的山壁上 結果不照沒事一照 就出事了 山壁上的 根本不是什麼女人幾孩子 而是掛著一個黑旗 上面還綁著白袋子 一起召喚用的竹子 地上還撒著滿滿的名字 這時候張先生幾年 以陌生駕駛的下閃 趕緊鎖上車門 繼續往前行駛 想要趕快離開這個是非子 結果更恐怖的事情發生 正當張先生駕駛的遊行官 要往右側的車窗後照鏡看時 赫然發現 那個車窗上貼著那個三張臉 就是剛剛那一位位子 以及那兩位小孩 更恐怖的是 那三張臉又被形容了 就把張大了 死心裂匪的對張先生喊 在我去偷生 張先生情急之下 大喊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保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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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趕緊把背在車上 哭聲服塞在車窗上 這時女子慘突 瞬間消失 後來張先生抵達一安後 剛進前往廟與拜拜 從此之後 他就再也不敢踏入北移公路了 大家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那裡面有提到的 招牌的竹子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就在某一集 我在相互軟體上面 拍拖 認識了這位小孩女子之後 也發生了一系列這個 阻止了現人際的事件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那支影片 那剛剛講完這個故事呢 既然我身為一個 公式傳說的探險者 怎麼能夠錯過 北移公路這個步段呢 所以就在前幾天的時候 我們特別跑到了北移公路 進行一些挑戰 並且拍下了這二十幾張照片 其中有一張 就在這把握上的照片 看這把握上的照片 所以你跟這把握上的照片 下去了 不是說 這個小孩 就會提到 這個小孩 是 這四個小孩